她说我不用你跟我住在一起每天照顾我 然后你就是经常来看我就可以了 所以说我觉得住养老院就是我妈妈给我说的挺那个啥的 就是没事就去看 她说有儿女天天去看的她是不一样的 不能说吗 不能说对吧 好吧 我看我妈妈给我提起来的时候她还挺开心的呢 她说她跟我说这个 这是我妈妈的歪理啊 你们听一听就算了 你们看听一下对不对啊 我妈妈说那个什么 我总是说什么的不结婚不要小孩也可以 我妈妈说不一样的 她说你要结婚你要生小孩 就算你以后不需要你的小孩给你养老 然后她说以后你住养老院了 你有小孩都不一样 然后但是我理解不了你知道吗 她跟我说这个的话那时候还有几年前嘛 我都理解不了 但是我现在开始慢慢可以理解我妈妈了 你们觉得妈妈说的对不对 也不知道是她是骗我结婚说这话 还是她说的是真的 嗯 她说怎么样要给自己留个小孩的 但是我妈妈她自己是非常想去住养老院的 她不害怕的 妈妈说的对啊真的 你们真的有共鸣啊 没事 是以后以后我要是万一 以后万一找不到对象 然后结婚 就拉着就拉着那个单单身老六组团去住养老院 多好呀 搓个麻将打个牌的 嗯 你不要这样说 不咸嘛 喝水 吃不下饭吗 吃不下饭吃点榨菜 好热家人们 广州好热 我从穿羽绒服的地方 这两天突然以下来到穿短袖的地方 我下面都穿个短裤 但是我上面衣服是个吊带 没办法我穿个外套 有点热我都吃不下饭 晚上好家人们 对 学叶海洋 可以啊 嗯 家人们叶海洋那样不好吗 呀 那样不也挺好吗 对吧 给我妈抱回去 跟小baby 多好呀 对 很好 剩下两个 我之前 我跟你们说个秘密啊 我跟你们说个秘密 家人们没有点粉丝登牌 点点粉丝登牌 没有点赞 点点赞 我跟你们说个秘密 你们喜不喜欢混鞋宝宝 嗯 你们喜欢混鞋宝宝吗 是不是看叶海洋生混鞋宝宝 你们是不是很羡慕 嗯 项链 没有 我妈妈买项链了 我妈妈买项链 我买了一个符 喜欢 我跟你说 我外公就是混鞋 我外公就是混鞋 所以我们家是有一点点混鞋基因的 然后我以前 我以前谈的一个男朋友也是混鞋 我差一点生个混鞋宝宝 但是没机会的 以后还是 还是借助高科技吧 混鞋宝宝好呀 对 不行就学一下叶海洋生 整个混鞋宝宝得了 对 哎宝宝不能出镜 我跟你们讲啊 我这两天发现一件事情 咱们回头去看啊 家人们 我现在特别相信一句话 这个人啊 他宁愿晚一点 咱们也不要闪婚 就是万一选错了 很麻烦 我说这个话 我不知道你们现在身边有没有例子 反正我身边就有这样的 就咋的 就是认识 认识感觉没几天 然后就结婚了 然后结果就不好 然后现在我 我说实话 他还不如我这么单着呢 哎呀 反正我不知道你们身边有没有 有没有看到过这种例子 真的 有一些人 是吧 你别看这一两年堂堂单着 但是堂堂至少就是 你说我自己吃饱 全家不饿 至少说我没有说就是盲目的啪 就是给人家 万一结了有个小西瓜 然后你说一辈子这样子 给自己整了一个麻烦 就是 就是也算度了个结 知道不 所以我感觉真的 还不如慢一点 慢慢选 你们也千万不要催自己的小孩 好不好 我是真的 我身边朋友太多这种例子了 真的太多这种例子了 都后来都很后悔你知道吗 就当时就一冲动 然后特别是你冲动 这个还好 你万一有小孩了 真的是不太好 特别是对女孩子来说 就比较那个什么 相处久一点 对 我妈妈现在也不敢催啊 我妈妈现在也不敢催 怕选错 我也是这样想的 我们这里谈对象要两三年 家人们 你们产品的问题 堂堂没有挂小黄车 不能聊 你们私信我 好不好 晚点我回你们 不要让那个 你私信我 不要直接转客服 就私信我 因为我没有挂小黄车 咱们不能聊 关于买东西的东西 然后刚才已经被警告了 一定要找个帮助你的人 包容我的人 好呀 家人们啊 我跟你们说 我已经把前任的联系方式 全部删掉了 我昨天就删了 然后我还在想 那个 我还在想 就是 拉黑吧 也没有必要 都不是仇人 我做这个动作 不是谁得罪我了 是我想重新开始 往前看 对 要相处久一点 闪婚不太好 要还是要彼此再了解了解 因为身边的反面教材太多了 对 我现在身边好多33 35岁还没有结婚呢 你们身边有没有 你们身边有没有 我这几天更新更新视频 然后我就把原来的视频给 那个什么掉 因为我现在 没有一个视频好奇怪 所以说我还没有全部删完 等我这几天 我拍几条个人视频 我就把原来的删了 太多了 对啊 我身边也是啊 我以为就我身边有这样的 我身边有33岁的 35岁的 然后还有一个最牛的一个哥哥 42岁了 没有结婚 真的 家人们 不是 不是现在没结婚 是从来都没有结过婚 42岁了 超级优秀 而且都是很优秀的 你知道吧 你说现在都咋的了 我一看他们 我觉得我还行 我都挺努力了 现在那种 而且不是说找不到媳妇的 那种 都特别好 条件真的可好了 然后 也不知道咋的 太挑了 也不知道是 三十几的不结婚 全是这个样子 现在的年轻人都怎么了 我过几天想去海边玩 想去 想去找个沙滩 不行 刚去过三亚 不行 回珠海 回珠海玩一玩 岁数越大越不想结婚 相处久一点 你们说的没错呀 就是 杨阳的哥哥 杨阳的哥哥 杨阳的哥哥好像都结婚了 对 认识三天就确定关系 哎呀 家人们 堂堂已经过了那个冲动的年纪了 我跟你们说实话 你让我认识一个人 没几天就结婚 我真做不到 你们会支持吗 就算咱遇到了一个男的特别好 就是那种 我突然傻疯了 你们能接受吗 你们知道我这个人相对来说理性一点 偶尔一次恋爱脑 但是 我感觉 我感觉我可能不会 嗯 你说我喜欢一个人 特别喜欢 我三天跟他在一起 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 天安空买了 我买了 然后 你说我跟他认识三天 特别喜欢在一起 有可能 三天结婚 不是结婚 就是 三天 那 那 那不行 那 那确实不行 嗯 那太儿戏了 问到啥 我没看见 你用不行啊 嗯 家人们咱们把灯牌亮起来一下 好吧 我一个人其实在家的时候挺孤单的 你知道吗 我白天的时候可热闹了 白天在公司 人很多 然后每次出门吧 然后最起码还有个助理 然后有个司机陪着我 然后回家 我在广东在家就是一个人 你像我父亲吧 他每个月他有时候回来一两天 他有时候回来连家都不住 我他忙吧 我也不知道他住哪 可能有时候忙的晚他就住酒店 然后我妈妈呢 他又不太喜欢在广州 他喜欢在老家待着 所以一回来广州吧 我就觉得有点孤单 真的是有点孤单 嗯 王东 首先吧 家人们 其实我大多数时候吧 小花草晚上好 我大多数时候 其实在广东比较多 广州 珠海 深圳 这三个地方跑来跑去 所以晚上我跟你们聊天啊 我们家就我一个人 我阿寒一声 我家客厅都有回声 我就是挺害怕的 为什么你们老说 你喜欢养一些脏脏的宠物 就是觉得这个家里面 就是没有点人气 我就 就是你家里边 要是再没有个什么 小猫小狗小鸟啥的这种 一点声音都没有 就挺害怕的 嗯 而且吧 我们家还是一楼 嗯 我们家是一楼 有院子的那种 然后那个院子的围墙 又不是特别高 就是我总是害怕 晚上会不会有人翻过来 就是其实不会啦 治安都很好 但是就是还是 女孩子一个人的时候 会有点害怕 所以说之前我说那个 助理啊 司机啥的 然后我都会给他租房子 在我家附近 让他离我近一点 因为我会很害怕 你们能理解吧 所以晚上有时候吧 我就跟你们聊聊天 我还好一点 跟你们聊完之后 然后我就睡觉了 一楼不潮湿嘛 我们底下还有两层地下室 所以一楼不潮湿 嗯 为什么买一楼 因为我妈妈喜欢种花 我妈妈喜欢种花 然后她 就是我们地下可以 我们地下有一层 然后可以放很多杂物 然后外面那个院子 我妈就是偶尔过年过来了 然后她就会种种花 羊羊草这种的 然后我就想着妈妈喜欢吗 然后当时我们就买的一楼 有人说一楼不好 照一下也不怕 对 但是平常你看我父母不在嘛 然后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 还是有点 还是有点害怕的 蚊子多吧 多 广东多蚊虫 一楼有院子 对对对 有院子 这也不是外面了 其实我现在已经感觉广东呢 是我第二个家了 家人们 因为我小时候读书什么的 都在这边 这边也算是第二个家了吧 但是我觉得是因为父母不在身边 所以感觉 孤单没有家的感觉 对不对 就在我父母之前 都陪着我在广州的时候 我就觉得吧 哪怕我们三个出去玩 住个酒店 我觉得都是假 但是你说你自己 虽然这个房子是你的 但这个家里只有你 没有你的爹妈 就感觉 有什么 关闻的 有什么 对不对 是 是